好 那Maggie覺得說 他的癌症其實跟情緒有關 怎麼說 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前面講的 我覺得我很壓抑我自己 很多事情我都會別在身體裡面 然後我覺得 所以你內心是不開心的 可是你沒有表現出來 對 我都會表面上讓大家覺得 我都很開心 其實我其實內心就很壓抑這樣 是喔 然後做很多事情都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完美什麼什麼 我這完美真的很恐怖 我也是 強迫症那種 對 然後我覺得到後面是覺得 很明顯的一點是 因為其實我原本是超級健康寶寶 完全都沒在生病 連健保卡 都很少有 很少感冒那種 然後突然一下子 就是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就得了腦瘤 然後我就後來發現 到底是為了什麼 可是因為那時候在得腦瘤前面 我那時候我的女兒 我在懷他八個月的時候 我突然走在馬路上 有一天走走走 然後氧水就破了 那時候他才八個月 然後我就緊急要送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你不能再動 因為在動 氧水就會一直流出來 他的空間就變小 所以我就躺著安胎 然後安胎大概七天都不能動 吃飯帶小便 都同個姿勢這樣 到第七天他也是忍不住出來 可是那時候他只有一千三百公克 好小 對 然後他前面他做了一個多月的保溫箱 我每天都是像在送 凌鳳椅牛奶一樣去送母乳給他這樣 沒有在做 像他做葉子 不能出門還什麼的 但是他就是在保溫箱生活了一個多月 然後那時候好不容易走 長到一千八百 媽媽一直哭對不對 對 他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有分離焦慮症 對 然後好不容易長到一千八百公克 醫生說可以帶回去 然後醫生說 但是你要把氧氣筒帶回家 他說他常常會忘記怎麼呼吸 我那時候聽到 聽到你好不容易人生 這個小生命 就是你生下來 你把他生得這麼一個 不健康的身體就算了 然後你還跟我講說 他常常會忘記怎麼呼吸 你知道那個壓力是有多大 然後加上 你對不起他 對 我就是會有那種壓力 然後加上他又真的比較不好照顧 就是早產了他的他身體 然後比較不好 然後加上他就是又有分離焦慮症 就是沒辦法讓我離開他視線的 他雷達就算睡著了 他也是打開的 就是沒辦法離開他就對了 也是就是抱著他 好不容易 就是走兩個小時 然後放下去他又醒了這種 所以我那時候都沒有好好睡覺 加上精神上的壓力 然後加上那時候跟我的前夫的感情 雙重壓力箱 我覺得就是得 後來又得了乳癌這樣 所以我們人生真的要開朗快樂 真的沒有什麼太多可以計較的 而且很多人都會發現 他們在發現乳癌前的那些年 通常就有這種重大的 那種壓力事件或情緒的那個 然後就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們每次都喜樂的心是良藥 現在發現確實是 真的 因為藝術力鏡也是這樣 他其實有一點懷財不遇 就是說自己其實他四歲就學古典音樂 就是一個很有很有音樂細胞 跟歌唱得很好的一個歌手 可是就是你看他比賽冠軍嘛 四年他才出第一張專輯 出了第一張專輯 就是沒有到那種一炮而紅 那就是等於後來又跟錢東家的合約到 他又換了另外一個公司 又發行了一張專輯 但是成績也不是太理想 那再加上他有一個男朋友就是 吸腿了 對十二年的男朋友 所以我覺得那個壓力的打擊 他甚至有想說他要不要乾脆退休算了 所以我覺得心情真的是 壓力真的是 看開了 我朋友也是 他本來請客都請五百的 後來他決定 就看開了 人生對不對 金錢如虎允 他給他請五百五的 沒關係 多五十萬 開新年了 改變 這個劉醫師 久坐未懷 未懷 沒有懷孕過或者是晚懷孕 據說也是乳癌的危險因子 對 乳癌危險因子 其實還是跟荷爾蒙比較有關係 久坐的人容易肥胖 肥胖細胞 肥胖不是壞事 但是那個肥胖細胞 他會產生一些鹽性反應 發炎的鹽 發炎的鹽 那乳腺旁邊其實就很多這樣的 這樣的細胞 久坐的人會怎麼樣 吃啊 坐著他會吃 然後這些鹽性細胞 不停地刺激我們的這個乳腺 然後 那我們是不是以後我們做節目 我們大家都站著 站著 站那一會兒也沒有用 把他拉回去 久坐啦 久坐啦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太早有月經的 也就是說荷爾蒙比較 讓刺激比較久的 你看看我們四十歲以前的 真正現在停經大概 至少都是大概四十八歲 四十六歲以後了 也就是說如果四十歲是有的話 那他至少還要承受快十年的 這個荷爾蒙 我回去我的小學捐錢 那校長說很多女生都已經有月經 對 很早 有些說二年級 三年級又有月經 這個非常嚴重 這是環境荷爾蒙 塑膠袋 很多的那個裝東西的那種 拋棄式的那種材料 三年級 女生是這樣 男生是不孕 剛好相反 塑化劑 塑化劑 這個非常嚴重 這個尤其是我們還沒有開發的 很完整的這些區域 都用這些東西 那他像素卿沒有懷孕過呢 機率比較低 沒有懷孕過 沒有也是高危險 沒有也是高危險 因為 因為懷孕當中你的月經會停止 就會少被攻擊的這個機會減少 多生會比較好 就是人家說這個出今早 停今晚 也就是說你接觸荷爾蒙的時間太長 而且中間都沒有休息 對 你的機率就高了 出今決定要生了嗎 對 沒錯 OK 那Maggie 你聽到助力經的新聞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其實也滿就是覺得很惋惜 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年輕病友的社群 就是服務嘛 其實我們裡面全部都是乳癌的姐妹 然後常常 你這個叫年輕病友協會 對 那如果有一天 你到幾歲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以年齡來計算 就是你認同這個理念 然後我們就是關注的議題 比較跟年輕人想玩 就是可能還有生產力的 對 還有一些什麼理想抱負 想要去進行的 因為年輕的病友 跟年長的病友可能討論的 或是治療的什麼方式 其實太 討論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個框起來 因為我如果六七十歲 不好意思加入 你這樣就不能加入 不會不會 我們都講的 我們沒有 我們是靠顏值來生的 剛剛說邀請我加入的時候 我就說我不年輕了 然後他才告訴我那個協會的理念 唐領三十了 謝謝 你很年輕 你也謝謝 謝謝 對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也看了蠻多的 就是每天都有看到可能姐妹 因為治療到後面 然後皺啦 可能就是 可能像地精一樣 跟我不知道他是幾期 但我在我的社團裡面 我們的社團裡面看到了很多 有的可能是你治療到後面 就是轉移或什麼的四期 然後可是你認真的那個治療 然後加上就是我們可能在社團裡面 有姐妹他們一起的分享 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也是會有多少的幫助 然後就是還是四期活蹦亂跳的 都現在很多 像唐寧現在也是 對 我覺得就是還是不要放棄 那你有碰過那種 本來狀況很糟 後來蠻穩定的 有 就是我剛剛其實看過很多 我有個比較好的 就是朋友 然後他其實在二零 跟我一樣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得了乳癌二期 對 然後他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突然就是轉到腦跟肺 還有他的骨頭 轉到三個地方 然後治療的大概到現在都很穩定 就是活蹦亂跳 整個人看起來很重 還去騎那個鐵人車 凱希也是一個 然後還有LULU 鐵人三項 對 我會介紹給唐寧 因為那個他那時候也想說 想要見證一下四期 然後現在還是活得很好的姐妹這樣 就是進展到第四期的時候 我非常的恐慌 很害怕 然後我沒有聽說過 就是有四期活得好的人 我就請鋼鐵 請幫我介紹 然後他就找了幾個人出來 讓我看 就是他們真的活蹦亂跳 然後再告訴我還有其他的案例 了不起 所以是有希望的 有 你後來說你的胸部有切除嗎 對 那時候 其實醫生一開始跟我講 是說我的狀況是建議我橘切 對 但是因為我前面 就是說我很愛漂亮 加上我又胸部原本很小 我就覺得說我最近沒有什麼 你還給我就切掉 就是會變得整個很臭 只是丘陵而已 怎麼可能 因為你就愛漂亮 然後加上可能又覺得說 全切可以就是減少一些 風險 如果他要復發或什麼的 就醫療永遠 反正那時候還想兩顆一起切 像安潔淀娜瓊瓊一樣 對 對 可是被醫生打槍了 醫生說你沒有必要那麼激進這樣子 他就說那就先切一邊這樣 那切完之後你有重建嗎 有 我有重建 那時候其實我以前胸部很小 然後就是我覺得自己都很自備 因為都會 同學都會嘲笑 都取名外號什麼平底鍋 死人妖什麼 小時候都被這樣子這麼壞 平底鍋 死人妖 為什麼叫死人妖 就是 不男不女之類的 因為他長得很高 又漂亮 但胸部如果是平的 就很像男生 像男生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 我為了要跟大家就是打成一片 我跟著大家一起嘲笑 我自己的胸部 但其實我內心很受傷 對 可是我卻也沒有勇氣 就是做去熔爐這件事情 但剛好得了乳癌 有動過內想熔爐嗎 不敢 不敢 對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沒有重大疾病 還是會怕動手術或什麼的 然後是因為後來又生病 然後開腦開過 整個就打開任督二慢 然後就比較沒有那麼怕 對 然後就覺得說 我人生要是要為自己而活 就是要活到我想要的樣子 對 然後我就趁得了乳癌 然後剛剛好都要動手術 我就一次就做 一次升級 反正是A嘛 對 然後我就升級到C這樣 但我現在還覺得有點不夠 那時候覺得C已經很大 沒有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C已經很大 可是做的時候發現 怎麼看起來沒有很大 我覺得還可以 人生喔 好小 好不容易讓你健康 你要就不滿足於C了 就是這樣 對不對 當然我如果在健康 然後就是很好的狀況下 現在醫療都很進步 我覺得要upgrade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對不起 你C 因為切除可以重建C 那可是另外一邊怎麼重建 另外一邊他也是放矽膠進去 對 他其實重建 就是有分大概兩種 一個是自體脂肪重建 用你的自己的脂肪去填補你的胸部 然後另外一個是矽膠 那個植入物重建 對 我是用矽膠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